根据新华社报道 根据新华社报道 5月7日晚间 中方的专机落地塞尔维亚 而在过去几天 随着我领导人的出访 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而作为外行人 可能大家看不懂签的协议 发表的声明 而最容易看懂的 则是对方的接待规格 塞尔维亚作为中方的铁杆好友 他们欢迎中方的规格 到底有多高呢 当中方专机进入塞尔维亚领空时 两架来自塞尔维亚空军的专机 便开始起飞 并执行半飞任务 在一些战乱的国家 处于安全方面的需求 往往会派遣战斗机半飞 但是在和平时期 军机半飞则是一种外交上的礼遇 时间回到2014年 我领导人出访荷兰和比利时 双方均派出两架军机护航 2015年 我领导人出访巴基斯坦 八方派出了八架骁龙战斗机护航 2016年 我国领导人出访沙特和埃及 双方分别派出四架和八架战斗机护航 看完这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和明里炮以及检阅部队不同 战斗机护航没有统一标准 它可以是两架 四架 六架 或八架 而除了双数战斗机半飞以外 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专门用来摄像的飞机 不过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离不开一个原则 战斗机越多 越说明对方的重视程度 可话说回来 塞尔维亚此次只出动了两架战斗机护航 是不是对中方的重视度不够 还真不是 首先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两架战斗机就已经足够执行半飞任务 它俩 一长击 一辽机 一左一右 相互配合 如俄罗斯和美国总统在国内飞行时 有时候也会出动两架战斗机护航 所以 两架战斗机护航既能体现东道主队来客的重视程度 又能最大可能的保证安全 除了战斗机护航以外 机场迎兵人员的组成 也能体现一个国家对待来宾的重视程度 此次 中方高层出访塞尔维亚 负责接机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妇和前总统夫妇 塞尔维亚外长 议长和总理等人 堪称排面拉满 除此之外 赛方在机场还为中方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迎宾仪式 红台两侧除了有塞尔维亚的仪仗队之外 一旁还有塞尔维亚的儿童手持中赛两国的国旗 并为中方领导人献花 紧接着 一群穿着塞尔维亚特色民族服饰的民众 就围成一个半圈 载歌载舞 以示对中方的欢迎 并且机场还拉起了一条写有热烈欢迎 亲爱的中国朋友的巨型横幅 从这些方面也足以看出 塞尔维亚这次在迎接中方上花费了不少心思 比起仪仗队的表演 具有当地民族风情的表演显然更具特色 正如武器奇所说 这次他们要让中方感到宾至如归 由此可见 这次中方访问塞尔维亚 比起外交上的形式 更多的是风土人情 也是塞尔维亚想向中方传递出 两国的友谊不只是在政治层面 而是深入到了民间 塞尔维亚的民众也是真心将中方当成他们的朋友 中国人招待朋友时还常常有这样一句话 最好的宴请是家宴 实际上这句话也适用于国际交往 此前 中方领导人出访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马来西亚 韩国 英国和蒙古国等国家时 上述几国 均准备了丰富的家宴 特别是在蒙古国时 总统夫人甚至亲自掌勺下厨 其他国家准备得这么充分 塞尔维亚也不例外 此前 武器齐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 记者问他 塞尔维亚的国宴菜单上有什么 会准备当地特有的葡萄酒吗 对此 武器齐表示道 我们已经将菜单改了三次 我还准备了一瓶特别的葡萄酒 并准备亲自倒上一杯酒 三次修改菜单 为中方亲自斟酒 从这些小细节当中 无不彰显着塞尔维亚 对此次中方到来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 中方上次出访塞尔维亚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 对此 记者问武器齐 还记得上次的事情吗 只见武器齐很肯定地说道 我记得每一个细节 这不是场面话 因为武器齐很快就将上次的 见面细节描述了出来 他回忆了中方领导人上次到访时 曾在斯梅戴雷沃钢厂就餐的场景 成立于1913年的斯梅戴雷沃钢厂 是塞尔维亚唯一国有钢厂 由于市场及转型等原因 钢厂一度陷入困境 濒临倒闭 2003年一家美国钢铁企业 接手斯梅戴雷沃钢厂 却未能给钢厂带来生机 2012年美方撤资 塞尔维亚政府以一美元的价格 回购这座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的钢厂 2016年 斯梅戴雷沃钢厂迎来命运的转机 中国和钢集团收购这座 已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 成立和钢塞尔维亚公司 这是中国钢企收购的第一家境外实体企业 被和钢收购仅半年多 斯梅戴雷沃钢厂就成功扭亏为盈 2018年 钢厂年产177万吨钢 创下建厂105年来的最高记录 当年实现收入10.5亿美元 一举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出口创汇大户 和钢塞钢成为中赛 共建一带一路标志型项目 这就活得不只是钢厂 而是一座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方领导人 来到塞尔维亚前 斯梅戴雷沃钢厂的30名工人 写了一封联名信 介绍了工厂的当前情况 并表达了感激之情 甚至有人说 中方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的光明 2016年以后 吴契奇也多次和中方领导人见面 不过不是在塞尔维亚 而是在中国等多地 如2023年10月 我国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 吴契奇曾带团来华谈合作 并在北京大会堂 见到了中方领导人 然而作为中方的铁杆朋友 吴契奇希望中方能去塞尔维亚 看看这么多年来的变化 所以从2016年到2024年 在这过去的八年间 吴契奇先后15次通过面邀 写信和打电话的方式 邀请中方领导人访问塞尔维亚 可惜 由于种种原因 访问计划一直没有成型 八年 15次 平均每年近两次邀请 足以见得吴契奇的诚意 所以 也难怪吴契奇在接受 央视新闻采访时会说 面对中方的到来 我无法形容我有多高兴 当然 希望中方到来的不只是武器旗 还有众多的塞尔维亚人民 在中方到来之前 机场到室内的街头上 已经挂满了中赛两国的国旗 其中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标性建筑上 更是挂出了一幅 巨幅 中国国旗 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国朋友 试问 有多少国家能像塞尔维亚这样 在中国朋友面前加成尊敬二字 从机场到市区 从总统到工人 整个塞尔维亚都洋溢着 在欢迎中方到来的热烈氛围当中 而和前面的半飞 家宴相比 估计没有什么能比举国欢庆的规格更高了 十多年来 中赛两国友好务实合作 还促成许多 和刚赛刚这样的明星项目 落地生根 中国企业在欧洲建造的第一座桥梁 在塞尔维亚 中国企业在欧洲贯通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也在塞尔维亚 中国高铁的欧洲首单 凶塞铁路 始发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中国紫金矿业集团2018年 收购塞尔维亚濒临破产的国有矿场 博尔同矿后 不仅在半年内扭亏为盈 还通过绿色改造 改善了博尔市的环境 这些项目提振塞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塞人民生活质量 印证并不断推动着中赛铁杆友谊 向前发展 5月9日 据央视报道 本次中赛交流收获颇风 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签署了28份合作文件 在多个领域 达成了深化合作的共识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莫过于中国国家航天局 与塞尔维亚科学技术发展创新部 在月球科研上达成的协议 这预示着 今后中国的空间站内 或许会出现塞尔维亚人的身影 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兴奋地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消息 并用赛中铁杆有一万岁这样的描述 来形容中赛关系 吴契奇在访谈中说 我无法形容我有多高兴 对中国充满感激之情的塞尔维亚人民 他们因两国合作而倍感高兴 他们的喜悦是掩饰不住的 是装不出来的 这不仅是高层交往的成果 也体现出两国友好的氛围和能量 已经直抵民众的心理 这一点至关重要 希望中国人民看到 在这样一个远离北京 远离上海 远离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地方 有这么多人尊重他们的国家 欣赏他们的国家 喜爱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领导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